中秋廉假到来 不少家家户户开始要烤肉吃柚子 香喷喷的烧烤 四组不经意就分享给毛小孩一起大口吃肉 反而会造成犬猫肠胃不适 呕吐还有拉肚子 甚至于玉米梗还有骨头会造成异物堵塞 严重呢还可能必须要开刀 因此提醒所有的四组 在廉假期间呢 不少动物医院都是休息的 在照顾上要特别的小心 中秋廉假到来 大街小巷开始弥漫香喷喷的烤肉味 不少毛小孩的四组 不经意的分享一片又一片的烤肉 给家里的犬猫 但因为太油腻太咸 结果反而造成猫狗吐拉肚子的肠胃炎 一丈炎症状 另外像是玉米梗挤骨头造成的异物阻塞 也因此让毛小孩挂病号 而虽然犬猫带上柚子皮很可爱 也会对犬猫造成不适 中秋节烤肉的时候 不要让你的宠物吃太多的烤肉 我们每年在中秋节过后 都会遇到很多肠胃问题 胰脏炎 甚至吃了一些骨头 玉米梗这类的异物 阻塞的状况 所以千万千万记得烤肉的时候 不要给你的宠物们吃了太多油腻的 还有就是没有办法消化的食物 大家喜欢把柚子皮剥了以后 戴在头上 或者是做一些比较特别的装扮 这些活动这些动作 有时候不一定会让宠物开心 所以注意一下这个部分的动作尽量减少 高求动物医院提醒市主 廉假出游随时帮毛小孩牵绳 才不会走失或打架受伤 中秋廉假后 紧接着又是国庆假期 不少动物医院廉假也会休息 建议市主们廉假期间 有慢性药物长期服用 要先超前部署备妥 照顾上要格外谨慎 才不会廉假时间守足无措 影响出游计划 记者长邦彦华联士报导 这就是了 好